天氣非常熱 民眾想在家安裝冷氣 涼爽一下 這個安裝費讓人吃驚 有網友在網路上PO文 到電氣行詢問冷氣報價 一台冷氣三萬元 但安裝費就要兩萬五千元 等於買一台冷氣五萬五千元 以嘗試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偏高 合理啊 現在那個成本工錢那麼多 這個是專業的問題 實際詢問冷氣機師傅 他說一般透天錯 安裝費大約落在五千元上下 但如果是特殊的冷氣管線材質 或是高樓層需要用到吊車 這些就會讓安裝費用增加不少 那為什麼市面上出現喊價到兩萬五的行情 師傅認為主要還是因為人力太缺 尤其天氣熱的季節安裝的需求大 但要請一個有經驗的師傅很難 所以費用就會比較高 接下來氣溫會一天比一天還熱 全台幾乎都是紅色 氣象署針對十一個縣市發布高溫警訊 氣象署持續發布高溫資訊 針對台中以南大台北地區 有36度高溫的機會 說到暖空氣範圍不斷增強增大 這星期容易出現極端高溫 民眾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曬保護 華視新聞保證 趙英光 台中報導 4點 4點